缓缓驶出的这架飞机就是中国人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干线客机 C919了 这是目前为止区别于世界同款其他飞机的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造型 这也是在C919上单独研发的一个中国人的独创 现在它在我们面前缓缓地驶过 已经有计划可能会做加长行李 也就是说未来它的运输能力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使用特种设备 锁到摄像机为大家提供的空中画面 在这个28000多平方米的厂房里 C919显得也是非常的巨大 体系当中试航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 我们需要通过经常对于中国航空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C919大飞机作为中国16个重大科技专业 这款科技它将和现在我们航线上最常见的 插机的总统